一夜之间中国喜提五条好消息 让美国坐不住了 突然改口对华是好 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呢 点赞加关注 一分钟说清楚 巴基斯坦用人民币支付了首批俄罗斯折扣石油 这意味着巴基斯坦的出口支付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二俄罗斯与伊朗正在讨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如果两国决定这样做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将会迈出重要的一步 第三欧洲芯片巨头依法半导体 不顾美国的芯片禁令 宣布与中企共同投资建设芯片工厂 美国失算了芯片限制无法阻挡中国芯片的崛起 第四沙特下调销往亚洲原油的官方售价 上调欧洲的售价 这一举动或许是双标 但是沙特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第五阿根廷即将加入金砖国家 摆脱西方的经济束缚 金砖国家越来越受欢迎 美国除了叹气什么都做不了 美财长耶伦表示 应该加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联系 然而对于美国的承诺 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 大家说对不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五个好消息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的发展喝彩 好了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财经大事